苏定放他们已经进去了 走啊坏小子们 走啊 看一下他的头 三年隐忍一招罪 大唐雄威万帮锤 大家好 EDG牛逼 我是二面酷 李世民隐忍三年 在万事俱备下 终于决定放手一搏 由李靖为主帅 统领十万精兵北上 一举拿下突厥 此战将奠定大唐的未来 在李靖铿锵有力的战前动员下 所有大唐男儿 皆已燃起誓死如归的斗志 李靖一声令下 数万大军冒着风雪严寒 向着五阳陵顶进 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 像刀割一样 可丝毫阻止不了 大唐雄兵的铁蹄 前方的战士顶着严寒 长安的李世民 其心思也早已随着战马 奔向战场 军情迟报 李将军大军已到云州 快打开 是 快 兵归神速 李大将军一想如此 丁香会有一场恶战 突厥这边 杰丽可汗得知李世民要干自己 嘴上那是一点也不服软 继续念着那尴尬的台词 我要在怒吼的风雪中畅饮干露 来吧宝贝 真宁保佑我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这嘴上挺硬 可是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担心 眼下风雪漫天 部落备战需要些许时日 那李静不会这么快来吧 赵德言啃着羊蹄子笑道 你以为他是魏晴 能三天三夜狂奔七百里 夜袭匈奴又贤王 如果前太子活着 也许还有可能 您呢 就放下心慢慢的筹备 好 就照你说的做 这边 过着云州的李静大军 只有三千人跟上了队伍 正冒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 向杰力所在的定香使劲 李将军横剑萧长然 是要在天黑前拿下定香 这边的杰力可汗 听从老赵的劝言 正享受美梦呢 出了大仗 赵德言小眼观望 发现没多少人呢 可尴尬的是 一直言听计从的杰力 这次居然有了自己的主见 他认为李静敢孤军深入 一定有主力随后 一定是 上马就他们了了 马呢 马 冲啊 坏小的败 冲啊 面对无谓的唐军 杰力可汗率部下 向阴山方向撤去 长安 李世民收到前方捷报 憋了三年的渔气 瞬间释放了出来 三千骑兵 三千骑兵啊 真是不可思议 终于拿下 太好了 看着开心的众人 一千四百多年以后的我 也跟着傻傻的笑了 傻笑间还伴随着点点的感动 另一边的杰力可汗 败走于定乡 一路向北 没跑多远 就遭遇了埋伏的李世纪大军 看见突厥 憋了一天一夜邪火的唐军 终于有了发泄口 双方数万大军撞在一起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苦战半日 杰力可汗再次选择败走 突厥各部已经被打散 此时的杰力 已经没有与大唐抗衡的实力了 他决定做两手准备 一 以投降为借口 拖延战士 草原各部实力尚存 只要熬过寒冬 再次着急 必将血洗大唐 二 如果李世纪决定赶尽杀绝 那就翻过沙漠 投奔土育魂 或者高昌 他日再报此一筹 长安 都说三年喝冬 三年喝喜 当执师司力 再次以使者身份 面见李世纪的时候 早已没了第一次的趾高气昂 有的只是跌进尘埃里的 卑微 我们的可汗 派我来向皇帝陛下致敬 你们有麻烦了吧 陛下不知道吗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是陛下的将军们 给我们的麻烦 陛下如果能够制止他们 我们的可汗 愿意保卫唐朝的北方 说 为什么不投降 陛下 我们的可汗说 保卫唐朝的北方 其实 就是投降的意思 这要看着杰利 亲自到我面前投降 下了朝 几人经过分析 房玄灵觉得 这就是杰利的缓兵之计 输阵不输人 他日再翻身 应该成胜追击 魏征和唐俭觉得 现在大唐兵力 还不足以歼灭东突厥 应该以河为由 但是 就算河 也要像当初 渭水之盟一样 让杰利 陪到短时间内 翻不了身 李世民想了想 至于是和是打 让唐俭再跑一趟吧 看看突厥的具体情况 各位有没有发现 杜如惠没在 其实老杜已经卧床多日了 恐怕是要够呛了 时近二月 李静与李世纪在定向会合 可眼下接到长安奏报 唐俭已经去与突厥会谈 让大军按兵不动 这万一要是谈成了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如果谈不成 杰利 他的部下人数众多 势力不可小视 如果穿过汉海沙漠 逃向北方 等到春天草木再生 元气恢复 一切可就难办了 李静胡眼一正 逃 再生 我明白了 以圣上的英明 绝对不会放火归山 让其东山再起 他派唐俭 就是脱兵之计 防止杰利 逃向北方 以此来给我们争取尸检 为了不让唐俭怯 这才下达了修兵的命令 因为兵力有限 和路途遥远 陛下只能把选择权交给我们 就看我们有没有胆量去赌了 这李世纪觉得有些道理 可你毕竟是猜测呀 虽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但是没有陛下手持 煽动兵马 等同谋反啊 如果平定草原十八步是谋反的话 我就谋这个反了 人生在世 机会是有限的 遇到了不博 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天选之子呢 这样 有功 大家一起领 有罪 礼敬 一人背 这张公锦有话说呀 咱们干了 那唐俭怎么办呢 一个红路亲有什么可在吗 好吧 那就干吧 听力 我率今月骑兵一万人 写二十日粮草 奔袭铁山 捷力一定逃往气口 捅到莫道新军总管 你还是用老办法 埋伏在气口 你我何为 生擒捷力 李靖的一万精饼 昼夜不停 向白道进发 长安这边 李世纪也在闭目等待 等待那个 他最希望的结果 坏小子们 如果我们连续奔袭二十天 到达铁山 升勤吉利 朝廷给我们的就是 一等功 立功 立功 一等功 这种富有感染力的豪情 怎能不让人兴奋 一个个将士 像打了鸡血一样 撂绝子就笨呢 时间一晃 二十天后的一个黎明 漫天大雾 这可是奇迹的绝佳天气 看来老天都要放弃他突厥了 眼下自己兵力 无法与突厥硬港 李静决定 来个秦贼先秦王 为了避免声势过大 让前锋大将苏定坊 率两百精饼 以大雾为掩护 直插竭力可汗的大仗 你给我直管往里冲 很多历史都是一念之间改变 李静赌了也赌对了 宿定坊一路势如破竹 直冲到距离大仗七里 才被杰力可汗发现 如惊弓之鸟般的杰力 哪里能想到唐军只有二百人 再一次误判 慌了阵脚 面对洪水一般的汤军 再加上方寸大乱的杰力 突厥再一次溃败 大唐的铁骑就像绞肉鸡一样 在突厥的营地里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漫天哀嚎 这心里大师赵德延 慌乱中还不忘带上金蟒吞天印 为他日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奈何没了杰力的庇护 其他族人也早已对其恨之入骨 借着混乱将他手刃于此 一代功臣赵德延 带着他对大唐的贡献 永远埋葬在异国他乡 长安李世民收到战报 李靖堵了 一瞬间龙威乍现 他知道历史将在今日改变 这边杰力带着残步 想从汽口北上逃往隔壁沙漠 奈何李世纪早已等候多时 杰力还不投降吗 面对数万堂军 杰力知道大势已去 其实历史上杰力可汗 是由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的 长安李靖大劫的消息传到了李世民耳中 同时传来的还有杜如慧去世的噩耗 年仅46岁 人世间本就充满了诸多不完美 杜如慧走了 他没能和老友们一同见证大唐的辉煌 反而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悲痛 杜言一路走好 多日后 李世民已从失去爱沉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此时正傲然望着被压解回长安的杰力可汗 囚车里的杰力像是一头等死的草原狼 脸上露着狼王该有的倔强 上一次武德九年 你亲自来到渭河边 今天你亲自来到长安了 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都是伟大的可汗 十八部族也是强大的民族 念及我们在渭河边桥结盟之后 你没有大的侵扰 朕赦免你的死罪 听闻此话 曾经高傲的草原可汗 除了不可思议与错愕以外 剩下的只有对大唐皇帝的钦佩 他的实力 他的胸襟 他的气魄 无疑不让自己败服 臣服于如此伟大的君主 是上天的恩赐啊 此战过后 突厥对中原的袭扰得到了遏制 实力也被大大削弱 从而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 给后来的开源盛世 创造了安定的环境 同时也为后来歼灭西突厥 创造了机会 大恩公 得知李二瓦解了东突厥 李渊是打心眼里高兴的 自打玄武门政变之后 第一次认可了这个二儿子 也第一次认可了大唐的太宗皇帝 大唐一同四海 大唐一同四海 天下响动 朕朔故今 我们高昌 于田 苏勒 康国等二十九国商定 愿为大唐皇帝陛下上尊号 名曰天克汗 希望天地四方 接受天克汗庇护 你们送朕一个尊号 天克汗 这是千所未有的 身为华夏子孙 一种自豪感 打心底油然而生 下集 万邦汇聚长安 长安城 已然成为了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也让各国使者 领略了大唐的疯子 另外 李静擅自调柄 虽大火全盛 功可逆天 但是有些人却认为 功是功 过是过 必须严惩 那李世民究竟会怎么抉择呢 接力跑掉 再集结兵力 那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你当机立断 不过 军阀 到底是军阀 你怎么对付